42岁吴卓熙新恋情曝光 35岁女星到其豪宅过夜 两人去年传出绯闻 3月22日 据港媒报道 知名男星吴卓熙新恋情曝光 35岁女星橘子乔到其豪宅过夜 最近橘子乔亲自驾驶 驾驶50万的白色跑车 前往某高档小区 并逗留到深夜也没有离开 吴卓熙刚好在这个小区 拥有一套千尺豪宅 两人似乎在这里密会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咨询了该小区住户 对方表示多次遇见吴卓熙和橘子乔 估计两人闭门享受二人世界 事实上 早在去年 吴卓熙跟橘子乔已经传出绯闻 虽然双方没有直接承认 但态度非常暧昧 现年42岁的吴卓熙 入行已经很多年了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以及独特的气质 他一出道就备受TVB高层门力捧 先后主演了大唐双龙船 冲上云霄等多部经典影视剧 收入颇丰 身家不菲 长得帅又有钱 他自然吸引到不少异性的目光 那些年 他曾跟张欣宇 关恩娜谈过恋爱 可惜都无疾而终 去年9月10日凌晨 吴卓熙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爱特了橘子乔 不过 他没有配文或配图 举动相当莫名其妙 跟当年与张欣宇在一起时的操作极为相似 网友们立马脑补出很多东西 不少人怀疑他官宣恋情 纷纷送上祝福 对此 吴卓熙没有立马做出回应 过了几天他才做出否认反应相当慢 从吴卓熙模糊不清的态度来看 他跟橘子乔的关系应该不一般 至于两人发展到什么地步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是想等到真正定下来再说